华航201起半期是上午7点五天的由台北飞往花莲 是一架编号B1856号的卡拉维尔停机 由手机师申鸡丹和华航卡拉维尔空族进步商 相连在一家时期才有90名乘客 当这份飞机飞到花莲的时候 由于机舱迪轮道的拉门动作引起了提起码系统的反应 于是折返台北准备迫降 台北国际机场出动了救护车 交通车 工程车是几辆 民航局长王领初 马警所长秀德明理事 协调中心主任征服登冠受轮商机会 这架飞机在台北降空准备迫降的时候 由于只是鼻轮造风托 鼻轮仍然可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放下 于是飞机安全地降落 其实引起了一场3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